在台湾,国民党立委不满民进党籍的陈谷 获提名出任监察院长,通宵占据立法院 民进党立委到中午重新占领议会,双方退撞 驻台湾记者欧国康报道 民进党立委在上午11点左右,剪断绑在大门的铁链 有立委尝试排入议场 独营之后成功特位 以人数优势逐一将男营立委拉开主席台 有人杀白色粉末,有人潑水 双方多次拉扯和退撞 角力近一小时,陆营重迁主席台 立法院长尤石军在男营反对声中 表决通过召开临时会 包括处理监察院人事案 立法院外,上午亦有大批男营支持者 到场声援国民党立委并一度推撞铁马 国民党立委星期日下周破门占据立法院议场 说蔡英文总统提名的监察委员名单是酬庸名单 亦说陈谷的高雄团队曾经被监察院糾正和弹劾 陈谷没有资格担任院长 又批评蔡英文不废除监察院 总统府就说监察院被废除之前 蔡英文必须依法提名 亦说陈谷过去无具威权投入人权工作 出任监察院长属当之无愧 批评国民党是为反对而反对制造政治对立 监察院是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构想设立 同行政院、立法院、司法院和考试院同样陈级 是政府最高监察机关 无线电视出台湾记者欧国强调